作者 陈九 后期 鬼不语 第三百四十五集 纪云开被受伤老者的话惊得傻眼了 没空去管萧九弯的鄙夷 你真的不让我师兄帮你治 纪云开真的没有想到 他居然会碰到碰瓷的人 而且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碰瓷 这就是传说中的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吗 你不说出为什么 我就不知 你等着被告吧 老者有恃无恐地抬了抬受伤的胳膊 威胁意味十足 凤其健壮摇了摇头 默默地后退站至一旁 这人不值得他医治 医者人心 可医者也是人 他的人心不该是被人利用的工具 那你可知道 我纵弩打断你的胳膊 会被判什么罪吗 他果然是太善良了 才会想着叫凤其师兄为他医治 这种疑老卖老 世伤而狂的人根本不值得他同情 什么罪 还别说 在场的读书人对律法还真不了解 就算了解 也只知几项杀人的罪名 权贵纵奴伤人的事虽然有发生 但受害者都不会去官府告状 一般是花银子了事 谁会去查是个什么罪呢 无罪 我什么罪都没有 顶多动手的下人被打十几板子 然后赔你一点银子 季云开再次感慨 这是熟读律法的好处 懂律法才能规避律法 才能找律法的漏洞 才能伤人而不用担心坐牢 这怎么可能 你纵奴伤人 怎么可能无罪 老者震惊 不能理解 他都被人打伤了呀 律法就是这么规定的 你们这群读圣贤书的人 难道不知吗 季云开是明知对方不知 才故意这么说的 凤其听吧 笑着摇头 眼中是自己也不曾发觉的宠溺 果然 他的小师妹就是一座宝藏 每每以为 这就是他的全部后 都会有新的发现 为了让这些人更直观地明白 他纵奴伤人无罪 季云开很好心地提醒众人 你们不知道 我在金安大街 纵奴与天舞公主打了一场 然后我无罪 只需要道个歉就行吗 倒霉的是动手的人 身为主子 他完全可以安全脱身 只要没有死人 我就是把你打残了 官府也判不了我罪 甚至 我还可以反告你意图伤害我 我纵奴打人只是为了自保 而律法 允许我用非常手段自保 这个时代的律法 本就是偏向权贵的 有这样的规定 再正常不过 我 我不相信 受伤老者脸色惨白 额头浸出大颗大颗的汗珠 围在他身旁的人健壮 也是一个个 那那的不敢言语 他们还真不知道 律法有这一条 你们可以问问天舞公主 天舞公主来了 想来他现在应该懂了 继云开束手一指 指向从高楼下来的那一行人 而天舞公主赫然在其中 发生什么事了 端王世子见继云开 被一群学子围了起来 不由地快步上前 费小柴健壮 也跟着冲了过来 小师妹 你没事吧 侍卫不敢拦他们 立刻退开 让出一条道 继云开摇了摇头 无事 拉扯间伤了人罢了 伤了人 端王世子扫了一眼 看到受伤的老者 皱了皱眉 人受伤了却医治就是 围在这里干什么 耽误了医治毁了手 以后可不能提笔了 很不幸 那老者伤的是右手 听到端王世子的话 那老者一震 心中暗暗后悔 已伤要挟人了 她是读书人 是要提笔作画的 要是她的手 真有个什么事 她这辈子就毁了 伤了人 怎么可能就这么了结了 至少也要赔礼道歉吧 天舞公主 长公主和秦相 则走到老者那边 双方精畏分明 陪礼道歉 祭云开看到说话的 天舞公主 突然想起她 好像答应给 天舞公主 陪礼道歉的 不过后来 萧九安帮她摆平了 自然 燕北王妃 你纵容下人 伤了人 不会连 陪礼道歉都不肯吧 天舞公主的视线 落在 祭云开身后 极力无视 站在祭云开身旁的 萧九安 看到这两人 站在一起 那般的般配 她就有 想杀人的冲动 天舞公主可知 他们出言 侮辱本王妃 是什么罪 辱骂权贵 还真是有罪的 律法有明文规定 不过是几句 不痛不痒的话 燕北王妃 不会那么小气吧 天舞公主 最近恶补了一下律法 当然知道 这是有罪的 但她才不会 在祭云开面前承认的 眼角的余光 扫到淡漠自驰的 萧九安 天舞公主 皮笑肉不笑地 加了一句 而且 这位老先生受了伤 你又没有什么损失 燕北王妃 你这么大度 何必跟一个老者计较 公主说的有道理 祭云开一本正经的 点头附和 好像是妥协一般 可天舞公主还来不及高兴 就听到 积云开突然骂了一句 贱人 什么 我说天舞公主 你是贱人 没清楚吗 贱成这样 你也有脸出门 我真是佩服你了 积云开重复了一句 一字一字 咬得极重 不要说站在他们身旁的人 就是围在外面的学子 也听到了 你 你骂我 天舞公主 一脸 张红 绝对是气的 不过是几句 不痛不痒的话 天舞公主 你不会那么小气吧 积云开 原封不动 将天舞公主 刚刚说的话 全部甩回她的脸上 切 你又没有什么损失 天舞公主 你这么的大度 高贵 优雅 善良 何必跟我一个 无知妇人计较 小白花的招式 但我不会用呢 萧九安听吧 淡淡地扫了她一眼 没有说话 她还真不知道 积云开有这么无耻的一面 不过 无耻得挺可爱的 积云开 你 天舞公主 气得快要呕血了 可偏偏这些话 全是她拿来挤兑 积云开的 现在积云开 把这些话 砸回她身上 她连呵斥 积云开 都找不到理由 积云开 充耳不闻 继续道 天舞公主 你这么高贵的人 肯定不会跟我一个 无知妇人计较吧 端王世子暗笑 可却给力地 出言覆和 肯定不会 燕北王妃 你就放心吧 天舞公主 不是说了吗 不过是几句 不痛不痒的话 她怎么会放在心上 莫了 还不忘 坑天舞公主一旁 天舞公主 你说是吧 是吧你个头 天舞公主 狠狠地 瞪了端王世子一眼 没有说话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